我们从相识就知道要异地 但是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现在那个样子 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这个男朋友有的时候就跟没有一样 我就觉得他变了 变得总是无理取闹 一神一鬼 我出去跟朋友吃饭 也要查我的微信部署 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是想要的 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走得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张 二十二岁来自内蒙古学生 有请小张 小参 二十二岁来自辽宁学生 有请小参 欢迎两位啊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了 一个学校呢 不是一个学校的 我俩从相处开始就是异地 他家在大连住 然后我在大连上学 然后暑假的时候 我没有回家在大连兼职 然后我俩是在我兼职的那个酒吧认识的 你是在酒吧打工是吧 对 然后我当时是去酒吧里玩 然后看到了他 因为一开始不知道他是兼职 我以为他也是去玩 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就是我比较喜欢 然后我就要联系方式 之后约出来几次玩 然后慢慢产生了一点感情 然后就确认了关系 暑假期遇或者叫暑假偶遇是吧 对对对 那你在大连读书吗 在沈阳读书 哦 等于假期结束之后走了 对 基本算异地对吧 对 我俩一直都是异地 现在出了矛盾我看就是彼此都不太放心对方 是这意思吧 男生不放心什么呀 女生不放心什么呀 他没有什么可不放心我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做到了 反而是他 他对我态度越来越冷淡 一整个打视频电话的时候 我永远看见他永远是一个玩游戏的状态 我每次跟他说话 说几次他都听不见 永远是在那吵闹的打游戏 打游戏的时候 难道不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吗 我打完游戏以后 完了咱俩再说话不行吗 我等你打游戏 等你打多久 等到我熄灯 等到我全警示人都睡觉 然后你打完游戏跟我说话 难道我不休息吗 我打游戏的时候 你找我我没跟你说话 那我找你的时候呢 我找你主动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在那看剧 你打游戏你玩输了 等复活的那个时间 你来找我 就那么几秒 那我找你的时候 你就在那看剧 那我就不能 我就不能做我自己的事吗 我也有自己的事 我也要专心去做呀 所以实际你们俩现在 你跟他通视频 他就相当于给你看游戏直播 是吧 我感觉 你跟他打视频 他相当于给你看什么追剧直播 是吧 但是我觉得刚开始 我俩不是这样的 刚开始我们每天有很多话要说 而且每天 视频的这个要求是他提出来 这个设想是他提出来的 那我们每天现在保持平均 能有四五个小时的通话 难道还不够吗 四五个小时时间很长吗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要分多长时间给我 那我上课不睡觉了 上次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们早上睡到九点多起床 就上了一节课中午十二点多回来了 告诉我还要睡觉 十二点多睡到晚上八点 这是一个什么状态 早上九点起床 然后再从十二点睡到八点 我前一天晚上四五点钟睡的觉 我没休息好我半天多睡会儿还不行吗 你四五点钟睡觉你都干嘛了 你跟谁玩了 我打游戏吧 你根本就是有事瞒着我 你从中午十二点睡到晚上八点好 我相信你 你微信部署走了一万多步 那我没有办法相信你这件事情 白天也会梦游啊 有意思啊 每天就通过微信部署来查我 来查稿 什么叫我查你 我那是在关心你 我每天又跟你说不着话 我见不着你人 我看一看你微信部署都不行吗 是不是现在女生对男生特别不信任了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做出让我信任的事 你想一想我们多久都没有见面了 怎么没有见面 中秋不是才见过吗 中秋才见过 五一十一 我们学校放了十多天的假 你怎么安排的 你有安排过我吗 五一我说我去找你 你呢你去哪了 五一放十多天的假 我回内蒙去看看我姥姥不行吗 那我去看你呢 你都不见我 我怎么不见你了 我哪次没见你了 我哪次你来沈阳找我 你刚开始不是说每周都要回大连来看我吗 沈阳到大连又不远 不远 来跟火车路上加起来就得十一个小时 那叫不远 那五一你不来 我去找你 你也不让 那十一呢 那十一我有兼职啊 我提前好几周就定下来的兼职 我难道还能 我把别人放鸽子了 你为什么可以 就是提前很久很久 去定你的兼职 你又没有提前很久很久的规划 我们的未来呢 我又不用说很远 就是短暂的一个假期相聚他都不能做到 而且放那么长时间的假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见一见我 你这无理取闹 他又说我 我想见 但是我没有 确实是没有那个条件 因为当时我十一 我有兼职 我没有时间去看他 你们如果说有机会聚的话 是一个什么方式啊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是怎么对我的 我们面对面的吃饭 他拿着手机在底下 在那个桌子底下 我不知道他在跟谁聊天 不知道跟谁说话 还在那笑 朋友跟我发现歇了 我看到了 我难道不应该回一下吗 我要不回 岂不是很不尊重人家 那你就可以不尊重我吗 我坐在你面前呢 那我又不是没搭理你 你跟我说话 我哪句话没回你吗 我只不过趁着吃饭嚼东西的空档 我记得都看一眼 手机发两个信息不行吗 你嚼动一个空档 你就没想着跟我说话吗 我感觉我俩之间 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围戏一样 我什么都没做吗 你做什么了 他连我手机的壁纸 都要强迫设成他的照片 然后我呢 那我朋友圈背景 不也是你照片吗 是我让你换成那个 然后你换成了以后 后来呢 后来你为什么又给换了 我什么时候换了 是不是你又联系你前女友了 你还不承认 我怎么联系她了 你是不是又查我手机了 什么叫查 我就是看 没经过我同意 然后查我手机 看我手机 那天跟你朋友出去喝酒 把自己喝的 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是我去接的你 然后我刚把你收拾好 给你扶到床上 就来了你前女友的电话 我能怎么办 我把你叫下来接吗 那天我接了她的电话 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她可能有事 需要找我爸妈的呗 有什么事需要半夜找你 12点多 我怎么知道 她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 她找我有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 你上次告诉我 你给人搬家去了 你给谁搬家去了 给我朋友搬家呀 你什么朋友 你就是给你前女友搬家去了吧 你还打量我不知道是不是 她不也是朋友吗 翻手了以后不就是当朋友不行吗 原来是这种朋友 那一个小姑娘才跟寝室同学闹别 那我不是小姑娘吗 我不是吗 我现在在你心里就是母老虎了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过 那我搬寝室的时候我也想找你 你从一个寝室搬到最本寝室 还需要我帮忙啊 所以你就帮她是吗 她从学校里面搬到外面 那么多东西呢 我帮她搬一下怎么了 主持人 之前你知道吗 我看她手机里面 除了那天那通电话以外 我查不到她和前女友的 任何聊天记录 你知道我这种感觉就是 我知道她俩是联系的 我知道她俩是联系的 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的记录 然后我就查她微信 零钱往来 你还不知道吧 我查到她和前女友 有大量的金钱往来 不是往来 是只有往没有来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我跟你说 她出去租房住 那一时没有钱 管我借点钱 我借她怎么了 借钱 主持人你信吗 每次转账记录 520 666 999 这是借钱的数吗 那她就管我说那520块钱 那我还问她为什么呀 那我给她管我借520块钱 我给她转519 你就在乎那些 那520是正常借钱 你说在座的各位 哪有借钱借520的 那她说520 我又查不到你的记录 那我就输了520 那就是数字就是520了呗 那她怎么不要250呢 你取闹 就是一个单纯朋友之间的借钱 行了别说了 还说还好意思 她问你什么还回什么呢 那你说是借钱她还过你吗 我怎么没看着我有来呢 那她现在一直在租房子 一直付着押金 一直付着房租 一时没有钱 给我而已吗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要那个钱呢 你是不是就觉得无所谓了 我又不是现在一时缺钱 我要缺钱的话 不就管她要了吗 你不缺钱 你不缺钱 你跟我说什么兼职 我没事的时候 我出来再打点工不行吗 没黑天没白之后你去兼职 我每次找你 你就跟我说你去兼职 又这又那的 我去找你都不理我 那你说我兼职 你说你兼职呢 当初在一块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我不喜欢你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钱 我没有前男友借我钱呢 大家在一块的时候 大家发你朋友圈 之前你的照片 那一次你记不记得 有个男子下面评论 我想你了 首先这件事情 发生在一年以前 我因为要向你坦诚 我问心无愧 我给你看我的朋友圈 他给我评论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给我评论 我也当着你的面 把他删了 而且从此以后 没有再联系 是你删的他 还是我拿着你的手机 删的他 有区别吗 我没有反对 你把他删了吧 你不乐意了吧当时 我当时拿你手机 删他的时候 你很不乐意 你有没有删的干吗 那我们也是朋友啊 我俩也是朋友啊 究竟你和钱女友 那我和我钱女友 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吧 那我想你了 你都杀了 我哪知道你永远 有甜言蜜语啊 那你和他聊天记录 我怎么也看不着呢 因为我俩就没有聊天 你没看见他跟我说话 都是评论吗 有没有查零钱往来 不够细致 绝不缜密 你就不说钱男友 前女友这事吧 咱俩刚刚当初在一块的时候 我说过不喜欢 你在那个地方兼职 那前两天我朋友还跟我说 在酒吧还见到你是怎么回事 你这去玩吗 我就是去了呀 天天去玩呀 那你去干嘛了 兼职 你怎么又回去兼职了 你怎么没告诉我呢 我告诉不告诉你有区别吗 我跟你说什么 你亲吗 那我不是你男朋友吗 你去那个地方兼职 你现在又说你是我男朋友了 那我平时跟你说 我分享我的生活的时候 你怎么不听呢 转移什么话题 我现在在说你的兼职 我去了 你在那边干什么 销售啊 不能卖别的吗 世界上只有九十个销售 那我还能去卖什么 我去卖楼吗 我现在作为一个学生 我现在能做的兼职 就只是那些偶尔需要去的 我也不是去全职在那工作 而且那是一个正常的 我就不喜欢那样的工作环境 我就不让你去 不想让你去 我担心你的安全 不管什么性质的工作 他都不让我去 我心里不放心 你放心不行啊 很介意他在酒吧兼职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不放心他 不放心什么 那种环境 你说万一要是 出了点安全问题 那我怎么不能放心 而且我还离得那么远 我又不能随时来照顾他 女孩这次再回去兼职 男朋友又反对 是因为说我确实 兼职来丰富我的生活 还是说我就想弃他 我再跟他较劲 哪一种 咱们开诚不公地说 一半一半吧 其实在没有他之前 我并不觉得我这份工作 有他说的那么不好 就是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能够给我更大的回报 因为我有的时候 也需要买一些东西 什么衣服的什么 我觉得就是挺正常的 但是我感觉就是365行 好好出状元 为什么非得要卡死在酒吧 就是销售这一行呢 你觉得我还能去做一些什么行业 就是像我这么瘦小的一个女孩 我能去做什么体力劳动吗 你凭脑子赚钱不行吗 这个并不重要 不要去争吵他 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接下来想问一下男生 现在跟前女友 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是吧 不是很密切 只不过是有的时候 有事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 联系一下 你前女友问你要的那些 转账的数字 你真不明白什么含义吗 确实没怎么太在意 毕竟我们已经分手了 好 现在是不是对他 其实不像刚追求的时候 那么浓烈了情感 因为我感觉我们的感情 已经是有一些基础了 不至于说就像 刚打恋爱那样的 说分手就分手 所以你是觉得 你们的情感已经相对的稳定了 对 你可以稍微的花一些时间和精力 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对 女生是觉得在异地 其实已经感受不到 这个男孩子对你的关怀了 是吧 对 那为什么不提出分手呢 刚开始 就是他能给我一种 我之前从没遇到过的 这种感情经历 我之前在那个酒吧工作 我在那个环境 我所遇到的那些人 他们确实就是 可能对待感情 不是那么的认真 然后我之前也谈过恋爱 然后也是非常短暂的 无疾而终的 然后他能给我一种 非常稳定的一种 就是恋爱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在你眼里 在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当中 你所看到的 那种游戏情感的人 和那些人相比 你觉得这个男孩还是挺